沒有聊四季 天靈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n 今天來看保佳莉亞人對上庫曼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橘色是選擇的庫曼 庫曼最大的特色是封建十代史 就可以建造額外的城鎮中心 所以他的農的速度會比一般的文明更快一點 但現在天梯的主要的高端打法 都是先打封建的小弓毛兵 然後刺猴 然後快點到城堡十代史 再下這個城鎮中心 避免很容易下城鎮中心 結果被對方打穿的一個問題 所以庫曼人在哪時候開城鎮中心 算是一門學問 那庫曼人後期的組成呢 大部分是打遊俠跟清茶 還有騎兵的組合 草原騎兵的話可能會少一點點 好 那我們就先下來看一下這個綠色 那綠色呢 這邊是 欸 綠色是MBL 為什麼這個名字怪怪的 我們挑一下 我剛剛想說奇怪為什麼 嗯 名字跑掉了 好 修正回來 那保詐曼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有這個銀類 銀類的話是城堡一半石頭的石鎮 攻擊力也是城堡的 差不多差一點點而已 但是攻擊力蠻高的 那血量來說的話也是比城堡 大概少一半左右 但銀類這個東西就是半價城堡 在讓你控圖的時候 比較容易控得贏 而且跟對方 廖望塔對差的時候 贏人也是有巨大的禮物 不思在的 那保詐曼人呢 最大的特色是他這個馬分技術 金冠點下去之後呢 可以增加自己的騎兵 攻擊速度 33% 他不管是要打保詐曼人 騎兵重裝騎士或是弱馬 這個效果都是非常不錯的 但是保詐曼人本身沒什麼經濟加成 需要靠著打這個強軍士 可以一直去出兵 然後去升級兵工廠的工坊 來借此獲得優勢 那保詐曼人的兵工廠跟工程七製造所呢 都是食物半價的關係 所以要盡可能去打這個弱馬或是小弓 去點下一級射跟一級馬鎧 或是一級弓的部分 去增加技能優勢 打出這個軍事差距啦 讓對方多出一點軍速跟自己打 然後逼對方點下一級攻 一級射或一級防 那總體而言 會讓保詐曼人前期獲得一些小小的優勢 那保詐曼人呢 後期的組成 通常是打一個協議雙手步兵 加上這個保詐曼 騎兵或是大漏馬 還有這個馬鎧路線 都是非常適合保詐曼人這個文明的 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下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配置的部分 配置現在都是配成兩個木刊 以前教學都是配三木 但是現在點尖高手 他們吃肉的時間越來越早 然後國籍也是全力開採 那通常都是點到封建時代之後 快要點了 快要點的時候才會去補第三個人法木 你看兩邊的木區都差不多 但有些人會點到封建時代之後才去補木頭 然後有些人是 有些人是在點封建之前就補木頭 所以這補木頭到底哪一種方式比較好 其實有點 算是根據你的打法去做改動 這也就是為什麼世紀帝國這個遊戲這麼困難的原因 可是這些資源經濟調配來說 每個時間點配的資源量不同 就會影響到你後面的打法 那我們看到庫曼人這邊是沒有下果子的 那很有可能他待會城鎮中心會下這個位置 甚至下在石頭的位置 但石頭的位置旁邊沒有木頭的關係 所以有可能會直接下果子區 然後這邊稍微微死 然後這邊可能會插個劍塔挖石頭 開始防守 那挖石頭這個打法呢 如果是自己要開城鎮中心的情況下 才會這麼做 那如果一般射箭場打法的話 那就不會開城鎮中心了 就是我們回到一開始的講法 就是到了快要點下城堡時代的時候 才會去開城鎮中心了 那庫曼人這邊是很正常的 打了一個小宮開局 那小宮開局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趕快去下這個兵工場 那如果太早下也是不行的 因為你可能點兵工場便宜急射 然後會有斷肉的可能性 所以這邊還是要先稍微 囤一下自己的攻兵量 然後木頭穩定 然後肉量也穩定之後 再去下自己的兵工場 那近期的高端們打法 他們都是不會第一時間圍家大圍 都是先小圍小圍 然後用兵防守 盡可能不要讓自己傷到經濟 畢竟一開始拉太多村民 去圍家的話經濟會很慘 這邊庫曼射箭場大概有四個人 第五個要出來了 那這個時候五到六個人 的時候就可以超過去補一個兵工場 那我們來看一下寶加利亞人 寶加利亞人這邊也是 也是差不多這個時間下兵工場 那這邊下兵工場的話 也是要來點一級射 那寶加利亞人這邊很有優勢 就是一級射一級防 都可以早點點下都沒有問題 好 庫曼這邊一級射還沒有點 兵工場也沒下 這邊工兵存到七隻 看到毛兵走過來 其實有點尷尬 金礦也直接被斷掉了 那這邊可能要補個馬舊 OK這邊先下馬舊 然後待會才要來補這個兵工場 前期也沒有在這邊插個箭塔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想要在這邊插一根箭塔 防一下金礦 因為這個金礦實在以外面太煩了 這個對於前期的發展不是那麼健康 好 轉出赤猴之後 寶加利亞人優勢就出來了 你看這邊現在有一級射 OK 直接射掉MBL的赤猴 MBL的赤猴有點小小失誤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碰好 好 三隻赤猴一走出來 後面的長槍兵過來 想要去硬點 OK 但是長槍兵直接被射掉 工兵也可以全身而退 肉馬可以繼續上 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 這邊毛兵盡可能想要去抓掉對方的工兵 但工兵直接射到城鎮中心裡 他可以順便補下血 好 那MBL這一波兵送光光 其實自己也沒有到非常髒 雖然投資了一級射跟一級防 但他實際消耗的肉量 只有這個 100肉而已 16050斤而已 等於是說送了一個免費一級防禦 好 那這邊繼續出毛兵防守 這個毛兵數量有點多 可能是顧忌這個庫曼 工兵基本上沒死 所以這個毛兵還是要繼續按 那這邊槍兵部分要多按幾隻 因為現在有看到三隻刺猴 不確定後面會不會繼續按 所以按個三隻刺是保險的一個數字 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 應該MBL這邊最好的話 就是趕快圍死 然後趕快點城堡 因為庫曼這邊已經點下城堡時代了 待會就可以來開下自己的城鎮中心了 這就是現在比較流行的庫曼打法 也算是標準起手勢吧 好 先來看一下這邊打下三隻長兵 戳一下 差點戳到 但是這些刺猴已經快要被毛兵打到殘血了 庫曼這時候補下一擊射 右邊這邊則是圍到底了 中間這邊還沒有圍死 這邊可能要再花點時間 好 庫曼這邊還沒有開下自己的城鎮中心 農田好像灑的有點兇喔 好像是要來轉這個城堡時代馬舅 雙馬舅爆草原騎兵或騎士喔 但庫曼來說草原騎士 比其他的像蒙古阿或是打打來說 這個優勢並沒有那麼巨大 草原騎兵的部分 所以我也不確定喔 他到底會不會出草原騎兵 因為我對庫曼的草原騎兵 只停留在決定馬桿出來的時候 那個大家都認同草原騎兵喔 都選庫曼的 開農上去 草原騎士爆 但是現在這個版本來說 草原騎兵 庫曼人是比較少見的 反而是會多打一點這種 3TC開農然後插城堡 清茶不然就騎士壓制 或是正常的工兵開 好這邊工兵出門喔 12隻工兵在下方 工兵二級色補下 MBL也怕家裡也圍死 覺得自己實在落後人喔 這個如果被對方溜進來 可能會爆炸 但工兵這邊已經準備好 MBL這邊反應非常迅速 哪裡看起來危險喔 就趕快去圍一圍喔 這個思路相當好 那確實 米亥這邊也是直接打了 木牆的部分 木牆這邊後面有疊了一個房子 但這裡應該是進不去吧 這感覺好像有洞 好看回來這邊城鎮中心 城鎮中心補得算是比較偏慢喔 工兵數量有點多 這邊可以考慮要不要下一個大雪 來點一下彈道球 好這邊要射一下 打一下刺猴的血量 這時候MBL已經點到了 城鎮中心裏 那這邊他可以先開一下城鎮中心喔 3TC 然後挖石頭 插銀壘防守 也會蠻適合寶加利亞人這個文明喔 那我覺得寶加利亞人的玩法 其實有點半 算是半西西裡這種感覺 就是都是可以插城樓防守 然後開濃的一個文明 但是寶加利亞人的濃度喔 就沒有像西西裡這麼好 所以如果你喜歡玩偏濃一點的話 可能西西裡會更適合 那寶加利亞人這個營壘控圖喔 算是比較進階一點 因為石頭消耗量更大一些些喔 不然是時間的 時間點喔 比較慢一點 這個插塔時間點 跟西西比起來的話 所以我覺得寶加利亞人 打法算是比較困難一些些的 比西西來說的話 好 空曼這邊是出了四隻騎士 但是不是雙馬就的樣子喔 而是單馬就出騎士 慢慢出 那MBL這邊可能要先 剩個戰毛兵升級 然後按一下升旅 所以按這邊就多 三隻升旅了 正面竹筋也是 直接用兩棟防止給圍住 上方用兵防守而已 算是圍得很好 但沒有開下三個城鎮中心 這邊用升旅稍微照相一下 摁一下摁一下 好 這邊稍微射射 能射進去嗎 看起來沒辦法 後面有毛兵 好 戰毛兵這時候才補下 算是有點小偷喔 這名升旅 招翔 撤走 後面的攻兵數量來到18隻 這個數量有點龐大了 但是沒有關係 現在有二級防跟二級攻的戰毛兵 要守住這些奴兵應該沒問題 只要把前面的騎士給克制住 用升旅去克制住就沒問題了 MBL的防守相當的熟練 現在這邊繼續想要強攻 戰毛兵有點危險喔 這個洞會被打進來 但是裡面有三隻騎士要來硬砍 好 直接招了兩隻騎士 第三隻升旅來不及招 直接倒地 感覺是沒有控的非常好 所以才損失了一些 但騎士還是扛住了非常多的傷害 正面騎士還有兩隻去輸出 槍兵沒有按 現在還是要靠生旅 直接應招 戰毛兵一直往前 看來這一波是要守住了 MBL這波打得很好 沒有損失大量村民喔 而且還擊倒了非常多的騎士跟奴兵 那自己戰毛還保留住十幾隻的數量 這件事情對MBL來說算是一種 激勵吧 算是非常好的一個結果 好 昆蠻這邊補下了品種 家裡的農田繼續灑 三座成人中心開下去 MBL這邊則是開下了4TC 開農 待會二級伐木要找機會點 剛剛講究竟 因為他都要開農了 這個經濟科技最好是補一下 輪軸啊還有二級農 都最好是補下上去會比較好 這樣就可以吃到更多的經濟加成 這邊就可以回到我們剛剛說的 挖石頭開農 然後插銀壘各處防守 像這邊可以考慮插一個銀壘 或是這邊 或是下方這裡 都可以 只要正面守住 這邊再插一座 然後正面 側面也再插一座銀壘 家裡再插一座銀壘 到處插 對方一進來就被射到突破血流 而且這裡又是弓兵開九 二級射又有了 再點個彈道學 哇那個銀壘防守效果真是一級棒啊 所以我覺得有些觀眾們 對於出兵防守這件事情 可能不太熟悉的話 其實保加利亞人 算是一個很適合 去練防守堪龍的一個文明 其實性質就跟希西里 其實真的是蠻像的 但希西里來說 我覺得沒有那麼強 反正是保加利亞人的後期 感覺是會比希西里更強大一點點 應該算是戰術選擇比較多 比希西里更多一點點的關係 好 那我們先加速一下下 兩邊都在開農狀況 好 貨賣人這時候點下了二級騎兵 裝甲 二級馬卡 還有二級木跟輪走技術 好那MBL這邊4TC穩定運轉之後 可以考慮點下手推車 或是直接農上去點地用時代也可以了 庫曼這邊是選擇出草原騎兵 並沒有暴農 這裡看到那麼多戰毛兵 直接用生理招嗎 這邊用生理招是不是怪怪的 硬點老頭嗎 但是老頭沒有機會被點到 騎兵加上攻兵直接A了過來 這一波讓MBL有點尷尬 本來自己可以順利的升到帝王時代 結果現在要被迫反擊 跟對方開打 那這個就是米亥樂劍的一個畫面 好 這邊MBL招到了非常多的單位 基本上大部分的騎兵都變成MBL的 哇六隻騎兵喔 大概三隻騎士三隻草原騎兵 全部招走 OK後面草原騎兵再繼續補下 後面補了一個大學 好後面生理繼續出 這時候可以點下帝王時代 補了大學之後是要來解鎖建築物 因為沒有修道院或是工程器製造所或是大學 是沒有辦法點下帝王時代的 OK 帝王時代點下正面直接蓋動大根的城堡 那這個就是銀磊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因為銀磊沒有辦法研發真兵技術 還有這個馬凳科技 還有協議科技也不能點 金銀罐一定要在城堡研發 那MBL沒有先點銀料 反正是先插城堡 這個流程相當敘述 待會軍銀投石機也可以順利產出來 那銀磊的速度來說 MBL是有相當巨大的優勢 二級銀磊也有 待會如果要是可以再補下三級 不是三級 這個手推車的話 影響力會更大一點點 對於自己銀磊的這個進度 這名農田也是撒的蠻多 這邊再插一個 插一個魔防 經濟好到起飛 購買人在下面則是先開挖石頭 這兩個石頭離得非常近 插一個城堡在這邊投資 挖石頭感覺也不是很快 可以順便當空圖 而且左邊還有一塊黃金 這一棟城堡如果蓋起來 左邊這個黃金也可以好好空下來 但這邊上面黃金也是 有兩塊 所以這一點是要讓MBL自己去取捨 到底要去控石頭呢 還是要控黃金 那他控圖很方便 銀磊直接出來 隨便查一查就好 不用查城堡 那MBL這邊打的是寶加利亞奇兵 但是沒有銀磊的關係 寶加利亞只能 用這個城堡來產出自己的寶加利亞奇兵 這邊有可能產出更多的銀磊 才可以打這個寶加利亞奇兵 不然產量來說會有點痛苦 這裡戰毛兵優先點掉了生鯉 MBL的控兵還是相當不錯的 點下了銀罐馬登技術 沒想到庫曼打的是草原奇兵路線 庫曼人的草原奇兵的好處是有三攻三防 但是沒有像蒙古的血量加成 那有一些玩家有實測過 就是草原奇兵有三防 跟蒙古的血量加成哪個比較厲害 好像是蒙古的比較厲害 因為血量比較多 血量一多存活率就提升起來 假如那隻血量只剩一滴血 然後又再被擊毀一次 那真的是差距會被越打越大 所以這遊戲感覺血量真的是蠻重要的 所以192遊俠怎麼會這麼強 就是這個原因吧 還有這個越南大象也是相當難產 還有這個黃金國老鷹 這種血量加成的單位都非常麻煩 這邊看到保加利亞奇兵直接硬尻尻 正面下了雙銀壘 看來確定是要來打保加利亞奇兵喔 這邊看到兩個大黃金直接開挖 這邊再下一個銀壘 不更好 但這邊直接決定要下來城堡 想要來控一下黃金 MBL這邊補下品種 品種居然還沒有扁 OK 軍銀頭司機開拆 自己的村民有點被騷擾到喔 MBL MBL這邊保加利亞奇兵還沒有點下精銳 這邊要存一些黃金 但黃金不太夠 軍銀頭司機可能要撤 這邊草恩奇兵可能會直接上來硬A 但現在有彈道學的關係喔 所以現在如果米亥要上來硬打的話 自己也有可能會損失慘重 這邊城堡蓋了起來 沒有想要來硬拆喔 所以MBL有把軍銀頭司機給組裝了回去 後面再補下了一個軍銀 這邊稍微要出一些重裝長槍兵 好 跑出一點下 這邊支援量要點下精銳非常困難 喔 手推車子手有補咧 MBL這一把經濟打得非常穩 右邊補了一個馬就 待會有洞的時候 挖穿一個洞之後他就要開始出草紋奇兵 開始進去裡面偷偷騷擾 破曼人這邊補下了手推車 好 加利亞人 三個銀壘 穩穩插入了 好 城堡 可能會有點難守囉 三台巨型頭司機 第四台要來了 這可能要拉更多人喔 這邊挖房間可能要來才能修得住 那如果不拉的話 就是半棄手 好 這時候迷害點下了草原騎兵的升級 精銳草原騎兵 攻擊力更好 防禦更多血量也是 這裡轉出了更多重裝長槍兵 結果下面挖石有區域 直接被草棋捅了一波 精銳草棋升級好了 看一下這邊的數值喔 血量來到100滴血 攻擊力再加2 然後 防禦部分 遠防好像沒有增加 遠防增加1而已 近防沒有增加 但真的覺得草原騎兵 他的缺點就是太軟了 血量只有100 重裝騎士至少140滴血 差了40滴血 但是黃金是騎士的一半 基本上是一半 直接這樣看就好了 75黃金跟40黃金喔 差5塊錢了耶 所以保加利亞這邊 點下了騎兵去擋草原騎兵 這個做法其實很好 雖然草原騎兵有異攻射程 但如果量大的騎兵 直接上去正面硬扛的話 還是有不錯的 扛正面的效果 我覺得騎兵升級並不是一個 太差的決定 好 這邊直接包起來 而且還進入了 銀壘的射程範圍裡 這邊的草原騎兵被團團包圍 更多的騎兵跟保加利亞騎兵上來 把這些草原騎兵給激化了 更多的保加利亞騎兵補了上來 草原騎兵這波能擋容住嗎 三台俊尼投司機極力反擊 後面的俊尼投司機被拆掉了兩台 看起來這波反擊還是打得不錯 但是草原騎兵的正面 扛線能力時代不足 尷尬了 草原騎兵數量越來越少 肉類明明有54片田 但是他還是無法支撐 一直產出草原騎兵的經濟力 這個濃度不夠 冬天可能要再更多一點點 但是庫曼人這邊好像沒有辦法轉兵 黃金已經要見底了 這裡只能草原騎兵一直線 不過繼續按草原騎兵 最大的問題就是會扛不住這一波 MBL羅這一波的打法非常強勢 草原騎兵 對上寶加利亞騎兵還是有點扛不太住 畢竟這個騎兵倒下之後 還會變成步兵再起來繼續輸出 這個草原騎兵的 好 俊尼投司機終於要拆掉這邊的城堡了 可以再把這邊黃金再繼續空下來 MBL羅又有更多的黃金可以繼續打 但現在家裡的肉量其實不太夠的 好這邊蓋了一棟城堡想要來反制 直接想要空掉這一坨石頭 但這波打進去 當然最終還是能蓋好 右邊這邊可能要稍微微一下 裡面的田野可能要更多灑一點點 MBL羅的木頭開始有點爆了 這邊他還專注控兵了 好等一下有增兵技術 疾兵也開始補了下去 那庫曼這邊還是要打算打草棋嗎 感覺打草棋會越打越劣勢喔 但是現在要轉兵的話 成本也是太貴了一點點 好這邊把聖物點出來 想要拿到後面去擺放聖物 讓修道院裡面的聖物避難一下 好這波打起來MBL其實相當賺 而且剛剛還沒有精銳 這邊點下精銳之後草棋更沒有機會了 我的天 好三級防終於補下 看一下這一波 草原騎兵被少量的保加利亞騎兵給壓了回去 最主要是有騎兵在的關係喔 所以草原騎兵不太敢硬打 那庫曼這邊其實也可以轉出騎兵來擋的 但不確定是什麼原因喔 讓庫曼人這裡沒有想要轉 擊兵的部分 不然其實庫曼人的遊俠配擊兵的打法 其實還算是不錯的 不要說遊俠 現在草原騎兵配擊兵也算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本身也有三級防 三級攻也都有 擊兵打下去跟保加利亞其實差不多 好 燈藥是可以當漏盾 後面庫曼人的草原騎兵可以在後排輸出 這個搭配組可能會更好一點點 我覺得出駱駝就不太對了 因為庫曼人是不能升級駱駝的 所以這個駱駝永遠就是弱弱的駱駝 好應該是暗出而已 不是真的要出 OK更多的草原騎兵 正面硬扛保加利亞騎兵 這邊想用高打低的傷害 痛擊保加利亞騎兵 但是保加利亞騎兵好像有點反殺了回去的感覺 草原騎兵被打到哇哇叫直接後撤 但是後面又補下更多的兵團 看起來草原騎兵如果拉打的話是有點優勢的 但這邊硬尻的話又變成五五開 後面更多兵補了過來 但草原騎兵這一波的高打低傷還是非常可觀 把MBL大量騎兵給戳掉了 還有疾病 MBL看似不妙有點在下水餃 把自己的草原騎兵 往前繼續推進 後面疾病跟保加利亞騎兵趕快再補下 均勻有補下更多嗎 均勻沒有補 還是兩均勻在出疾病 但是保加利亞騎兵遠遠不絕淹了過來 順利的把這一波草原騎兵全部吃光了 庫曼仁這一波打得有點尷尬 兩邊互打的結果 感覺庫曼仁沒有賺 好這一個石頭 下方這個石頭 可能可以讓庫曼仁挖走 但是野精部分來說是MBL拿到比較多 所以他現在還是可以繼續用錢砸死對手 但現在MBL需要思考的事情是 他還可以再淹那麼久嗎 他雖然現在是可以淹死對手沒錯 但更後期呢 雖然庫曼仁也是喔 但庫曼仁草原騎兵實在是太省了 可能還可以再打個五分鐘之類的 再省一下時間 這裡有一個生物忘記帶走了 欸 直接先打出了GG 沒心態了 後面金礦粗被抓 差不多差不多 也該投了 下面這塊黃金也被抓 兩塊金都被斷 正面兵讓輸 確實有這個 想要投的心態 心態炸裂了 哇這草原騎兵出了160億子耶 看一下MBL MBL這一把經濟真的是非常好 手推特跟輪軸技術 都是比對手還要早點下的 所以經濟來說會贏過對方是屬於正常 他點下的時間點也是 蠻OK的 24分點下 後面是34分 感覺都沒什麼問題 庫曼這邊則是47分鐘 才點下二級農 這邊多挖這些木頭 就有點 讓自己的經濟有點失衡了 那石頭真的是有點多 那稍微講一下 剛剛的問題是什麼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應該是庫曼仁 沒有出疾兵這件事情 如果疾兵再上去互打的話 草原騎兵有這個義工的射程 有這個空間的話 保加利亞騎兵可能就會 沒辦法那麼好輸出 而且這些疾兵也可以當肉盾 讓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不太好輸出之外 下馬之後 還要再繼續突破這些疾兵 很難一直傷到後面的草原騎兵 草原騎兵雖然很省 但是打到後期 終究還是沒有像遊俠這種體質好的 騎兵單位 或是有些特殊能力的騎兵 打久了還是容易被正面輾過去 除非你一直有在操控草原騎兵 但是以單挑來說的情況下 一直要打多線或是多線操控的時候 要一直去控草原騎兵 就像在控馬功一樣 你一個沒控好還是很容易送掉 就像剛剛這一坨一樣 直接死在人家的銀壘下方 這個沒有辦法 草原騎兵的弱點就是 皮比較薄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